今天咱们来聊聊关于吃播界的离谱事 大家说的吃播本来是分享美食 让大伙隔着屏幕感受美味 多好的一件事 结果现在全变味了 就是为了引流吞下两斤纯肥肉的主播 这是干啥 不要命了 大胃王这股风刚消停没两年 好家伙新一波猎奇吃播更邪乎了 巴掌大的鱼肥肉看着就腻碗 还有那茄子秤 硬邦邦的跟树枝一样 这哪是正常人吃的玩意儿 我盯着直播间看了几天 这些主播简直是坐腰大赛里叫上劲了 什么怪吃啥 就为了多卖点货多涨几个粉 为什么他们这么拼 还不是为了流量闹的 现在这流量密码就是要够刺激 够猎奇 主播们也不容易 可是这么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真不是事 观众其实也矛盾 一边看着直犯恶心 一边又被这奇葩画面勾得挪不开眼 跟被硬控主似的 咱们中国人对美食那感情深着呢 美食承载着文化和精进 结果到他们这全成了作秀工具 吃完还催吐 粮食就这么被糟蹈了 老祖宗历历皆辛苦的话全被抛到脑后了 往生了想 这就是网络文化的一块病 不光是吃播 喝酒耍风 调戏异性 线下约架 这些乱象都是主播为了流量不择手段 把自己当商品尊严都不要了 要我说啊 整治这事啊 平台真的是要挑起重任 别一出事就封账号 风头过了又不管 算法要改改 别老给这些奇葩吃播推流量 主播们更要清醒清醒 别光盯着钱 多想想自己的健康和价值 别让娱乐变得这么畸形 咱们观众啊 更要把关 少捧这些歪风邪气 不然吃播圈啊 真的没救了 只要三方一起使劲 这吃播乱象 才能彻底拜拜 变回以前那种温馨 传人的美食小天地